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加上花莲文旦产量过剩 希望可以帮幼农的心血找到更多出路 于是花莲知名伴手礼业者洗手合作 研发出文旦幼皮肉分离的保鲜技术 推出了文旦幼系列健康伴手礼 更利用五颗文旦萃取精油 制作成洗手乳洗碗精 期盼在疫情当前 洗手幼农开拓新通路也一起来响应防疫 花莲知名伴手礼业者 文旦复兴和怀兰鼠道凤梨湾 经过多年的努力实验 终于研发出文旦幼皮肉分离的保鲜技术 近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文旦复兴在与瑞税农会的讨论下 与德大生技公司合作 利用五颗文旦幼 萃取出无化学物质残留 没有二次环境污染的洗手乳以及碗精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因为这样一个灵感 那在现在府的一些活动里面 我们也认识了 可以帮我们制造这些清洁用品的德大生技物资 那我们也敢在这个时候 做出花莲文旦的这个抗酷洗手乳 还特别请我们刘总 加了福德我们国家教程的一些抗酷的 这些原料 让它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给国人多一些健康的一些选择 五颗文旦幼 仅能萃取出一瓶吸收乳或洗碗精 制成繁琐 废时废工相对珍贵 因为我们做清洁剂的很多都是用很多 进口的香氛的精油嘛 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胎 能不能代表台湾的农作物 所以我们在一直找 找了将近十年 觉得说柚子它能代表台湾 一个非常好的农产品的精油的精神 因为第一个 它的清香味 柠檬没有 它的除油能力比橘子强 这是我们一直在找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在地的精油 文旦复兴店内还陈列各种文旦幼 相关商品 县长徐正卫 现场也允诺购买250组给花莲的长召站长辈们使用 也借此让花莲长者们知道 花莲的农产品也能带来防疫的效果 用文旦冷压 而且有化妆品级的品质 再加上我们的锐水农会 提炼的文旦幼的精油加上去 让我们的吸收乳 更有文旦的香气 而且纯天然 让我们防疫大作在农业 绝对不能少得我们花莲的特产 而且是花莲族有的我们的 这个幼香的清洗剂 除了大力推广行销文旦幼 也希望能帮幼农的新鞋找到更多的出路 记者长方言花莲师报导 给了付农的计划